很多人问刹车片到底多久要更换一次呢 在这里我可以告诉你 刹车片是没有一个固定更换周期的 它就像我们的鞋子一样 你用得多它磨损就快 那怎样去判断它要不要快呢 在这里我教一下大家 首先通过观察刹车片的厚度来判断 刹车前这一个位置可以看到刹车片的厚度 新的刹车片一般是10毫米左右 如果磨损小于3毫米就要更换了 第二个是通过听声音来进行判断 刹车片的边缘有一块报警铁片 如果刹车片磨损到了极限 在踩刹车的时候 这块铁片就会刮到刹车盘 发出尖锐的一个报警声 这个时候要赶紧的去更换刹车片了 换完刹车片之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操作 大家一定不要忘了 就是原地踩两脚刹车踩走 因为换完刹车片之后 刹车片与刹车前之间是有借机的 多踩两脚刹车是为了让刹车恢复正常的工作 这样才能确保行车安全 感谢观看